大家好,我是中国质量协会王鑫 我分享的主题是基于第一A输出模型的顾客买益效率评价 那对于这个运用咱们第一A模型进行顾客买益效率评价的这个背景提出呢 一个是因为实际上我们顾客买益是企业的一个发展之本竞争之道 也一直是企业关注的一个重点所在 然而呢实际上企业在进行顾客买益效率的评估过程中 尤其对于很多具有相同分支相同机构的这种企业来说 如何进行有效的顾客买益效率评价 也往往成为我们企业的一个困境的难题 那基于这个难题类型的话呢 实际上Chance Cooper类型等人的话 已经提出了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法 就是我们数据暴露分析的这个模型的构建 那它是从这个多输入多输出的一个角度 进行一个对这个相对有效性的综合的一个研判 那可以评价这些有效的这个角色单元之间的一个效率的 相对有效性是如何的 那本文的研究思路呢 就是运用咱们DEA模型的这个BC方的输出模型 来解决顾客买益效率评价这一难题 然后并且通过华北区域的一个某汽车品牌的 4S店顾客买益度的一个调查的一个数据结果 来进行一个这个实例研究 那整个研究思路类型的话呢 是从六个方面来进行的 一个是这个 从这个构建顾客买益度的一个指数模型上出发 然后去看出筛选出 哪些是我们的锅感知的这个输入变量 哪些是输出变量 并且的话选择这个 如何选择我们相应的DEA模型 进行一个非参数有效性的一个判断 并且进行咱们一个模型的一个计算过程 最后的话浮以案例来进行说明 那实际上的话 这个咱们顾客买益度指数模型呢 实际上可以大家根据这个国标的19038 19039来进行构建 那很多企业类型的话呢 都在运用这个相应的这个模型 来进行就是企业的顾客买益测量的相应的工作 那这里的话不再进一步追溯 那我们看一下 在这个模型的构建过程中啊 我们说这个实际上的话 它是由测量这个结构模型和这个测量模型 两个模型啊所构成的 那我们说最后的话 将我们整个买益度调研过程中的 所有的这个这个顾客的这个回答的一个情况 转化成为我们从品牌形象 预期质量感知质量到感知价值 这些输入变量 还有包括我们这个从这个 这个忠诚度买度抱怨 这些结构性变量 形成它的一个从这个观测变量到结构变量的一个过程 那基于此类型的话呢 我们对这个整个的结构变量的话 进行了重新的梳理和选择 因为我们说啊 DA模型类型的话 它是一个多目标规划模型 那它要选择哪些是作为我们的输入变量 哪些作为我们的输出变量 那这里面的话我们选择啊 从品牌形象到感知价值作为我们的一个有效输入 将这个满意度抱怨和忠诚作为我们一个输出 本文的话需要这里面指出的是 将这个顾客满意这个效率中的话 引入了我们这个抱怨的一个指标 实际上的话能于是将我们整个CCSI模型中的话 所有的这种观测这种结构变量的话 都运用到我们整个的效率评价过程中 也保证了我们整个顾客满意效率的评价 更加的全面客观和有效 那我们说在这个基于这个选择输入输出的 这个结构变量之后的话 我们就可以开始导入构建我们的 这种BC方模型了 那下面我们先给出了这个有关于BC方模型的 一个生产可能级 那这个基于可能级类型的话呢 我们会得到相应的一个输出模型 这里面的话呢 Z的话是我们整个一个最优化的输出结果 我们通过这个这个输出模型的判断类型的话 这Z值判断来去去评价我们相对的这种 角色单元的话 它的有效性是如何的 那这里的话当Z值越大的话 代表的是相应的这个 顾客满意效率值就越低 当Z值等于的1的时候表示的是个最优解 也就是说它的顾客满意效率的话 转化率是百分之百 表示在这个该生产可能集中类型的话 是DEA有效的这么一个结果 当输出的这个Z值大于1的时候呢 表明的话是非DEA有效 也就是说我们通过对Z值大小的判断的话 可以识别出哪些角色单元 是顾客满意效率相对较低的 那技术有效性的话还有有待提升 从而呢是为了提升顾客满意效率的输出的改进 做了一个输出的改进方法 那我们将这个顾客输入输出变量的话 带入到整个模型过程中 也就是说我们将这个品牌形象 到这个中程度这个七大这个结构变量的话 带入到这个整个模型中进行运算过程 那这里需要还要提出的是顾客买报应率的话 实际上我们说它是一个负向指标 一个逆向指标 所以的话为了带入模型过程中 我们需要先进行标准化的过程 形成正向指标之后的话 进行综合的一个计算过程 那根据上述的这种计算方式类型的话呢 我们将这个就是我们整个在这个 汽车品牌4S店调查的所有数据 18家4S店的话 进行一个综合的一个DA输出模型的研判 我们会得到实际上只有4家的4S店的话 而是处于这种技术有效的 也就是说它的顾客满意 感知到满意的这种转化率的话 是比较高的 那其他的这个14家这个4S店类型的话 还处在这种非技术有效的个层面 同时类型的话 不同的4S店类型的话 它的整个规模有效程度的话 也是不尽相同的 那我们用下面这个图来表示一下 可能更加直观 这里面的话 我们从一个角一个输入和一个输出角度的话 构建了这个整个的一个技术生产前面 我们能看出实际上 我们能看确定一下 哪些的4S店类型的话 是出在这个生产前面上 也就是说我们的技术有效面上的 哪些4S店的话 还未出在技术有效面上 那我们怎么去进行规模有效评判呢 实际上我们需要把这个相应的这个 角色单元的话 投射到它的生产前面上 来判断它的整个规模有效性 是如何的 那实际上这篇文章的提出类型的话呢 还是因为随着这个企业视角上 顾客视角转化的过程中呢 越来越多的企业关注 这个从管理方面 如何去提升我们顾客满意 这个有效性 那本文呢 也是基于DEA输出模型 从顾客感知层面 去评估顾客满意 理论方面那个效率提升 是如何进行的 研究企业在这个管理层面 如何通过技术有效性 去识别具有最佳时间效果的 决策单元 如何通过对标的方式 将这些标杆式的经验的话 进行在决策单元过程中的话 在我们不同的分支机构中 在我们不同的这种连锁部门中 进行一个推广过程 不断的探寻它的改进方向 来提高我们的顾客满意效率 为企业留住更多忠诚的用户 那实际上本文的话 还对这个决策单元的 规模收益状态呢 进行研究和思考 从动态角度呢 去分析它的一个发展趋势 为企业的经营决策呢 提供了一个支持和参考 以上是我主要的分享内容 感谢您的聆听 谢谢